首相丹西里慕尤丁昨天开始飞到东马沙拉越展开官方行程 今天一大早慕尤丁也终于得偿所愿 协同夫人潘西里诺莱尼抵达古近沙都路的Sabinansari咖啡店 品尝当地特色美食哥罗面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去年4月6号 慕尤丁在宣布关怀中小企业附加配套时 就曾经公开帮这家咖啡店打广告 以这家店家名号作为例子 举例他们可在政府的援助计划下如何受惠 事隔将近一年后慕尤丁终于迁临县城品尝店家的美食 陪同慕尤丁到咖啡店的还包括了沙拉越首长 拿督阿邦佐哈里 副首长拿督阿玛阿旺登亚 以及工程部高级部长拿督斯里法迪拉等人 这家已经经营了26年的咖啡店 依出售割罗面著名 时刻可以选择置放牛肉的割罗面 果条等面食作为主食 是现年74岁的东主沙列里敦 在1996年创设的 接着 John 好